高雄市三明区一家面包店陈姓女员工 今天下午在操作面包机时 右手手手套及右手遭机器卷入夹伤 住户人员给予注射点滴维持体力 并请有机械被紧销防止公道场协助拆解 约一个小时处理后脱困 陈女右手红肿送医救治 今天下午2点51分 三明区虽远一街乡内一家面包店陈姓女员工 26岁在操作机器时 应一时不慎右手手套遭机器卷入夹伤 并向消防队请求协助 消防人员抵达时 建成女遭机器卷入夹伤右手 现场消防人员评估后联系位于台北的机器制造工厂 电话与技师联系询问拆解方式 并将请有机械被紧销防止公道场协助拆解 现场消防人员持续安抚女子情绪 救护人员给予注射点滴等初步救护处置 约一个小时处理后脱困 由救护人员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及治疗 高雄市一家面包店女员工 右手臂被卷入机器 消防人员边打点滴维持她的体力 约一小时后脱控送医 记者黄轩汉藩社分享